花钱真的是要花在刀口上 有很多人都想要买品这个名牌 但是却没有这么多的预算怎么办呢 代理这个包括了穿酒保龄 还有机车包等知名品牌的代理商 将会举齐五则与伴为齐 十天的特卖会 原价八万多块钱的机车包 现在只要卖两万五不到 那么全品牌最高下下一折 工作人员忙着布置 整个展场不是挂着三折 就是两折的折扣招牌 集合穿酒保龄 Camper等知名品牌的特卖会 像是知名的机车包品牌 原价八万零八百 打了三折只要两万四千两百四十元 原价六千多块的Camper鞋 也只要一千五百块就买得到 另外王菲张曼玉等隐心爱用的 比利时品牌服饰更只要一折价 穿酒保龄来说呢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台湾 有这样子所谓三折的折扣 那基本上之前都是从来没有出现 这么低的价格 那像是Balenciaga的包包 也同样是基本上一般都是不会有任何折扣 或者是只是一些些许的VIP九折这样子的折扣 业者大拍卖自己预估八十平大的展场 十天可进账八百万元 大家都说之前所谓的金融海啸 那但是对我们所谓这些清贫品牌来说 我们公司所带的品牌都还比较去年成长大概百分十到十五左右 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不只要留住金字塔顶端的客层也将价格下压 希望一般客群也买得起 业者短时间手掌丰厚 也让消费者捡到便宜 这一期新闻吴明山台北采访报道